好 感謝觀眾這邊投稿了整隊香氣四溢的明日香好不好 裡面有5隻明日香阿 天阿 第一關這邊的話就完全不用害怕了 直接給他火珠嚕過去就對了 頭尾是解放明日香的話是直接無視固定連擊盾的 那他第5隻 欸第4隻阿 第4隻這個是時空的那個小獎天造大神 好 第二關這邊想辦法把那個暗珠切開就好 因為火珠是已經二消的狀態齁 那你就只要想辦法把暗珠隔開不要消到就好了 好 這邊一波沒有帶走喔 OK 這邊就直接帶走了齁 對 其實這種很油的隊伍通常是不會發的啦 但是不管 我婆一定要發好不好 來 接著六康加年輔 六康也很OK啦 因為火珠已經二消了嘛 這個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齁 好 這邊也是直接追打就過去了齁 打7億多 好 來 這邊開回血 好 這樣動一步讓他去扣就好了 好 這邊火外減傷 欸 火外減攻95%齁 根本沒有影響 就直接塗過去 香啊 這對太香啦 好 來 接著這邊是光拼齁 光珠拼圖 好 但是因為現在場上沒有光 好 他開了那個 阿湘的一技 好 這樣場上還是沒有光齁 因為他上下都會轉火出來 對 那這邊如果你卡光 不管你是什麼隊伍啦齁 你只要卡光你就不要去轉紅綠燈 然後等有光的時候再轉進去就OK了 好 他這邊直接開解放前的明日香齁 這樣子轉出來就有光了 好 但是這個很尷尬 為什麼說很尷尬 因為他光起手 但是結尾居然在 拼圖以外 這個真的是 沒辦法啊好不好 沒辦法 就是要再一回合啦 這一回合算無妄之災吧 好 來 這邊就把光珠轉進去就好了 好 他這邊居然開龍客 開龍客 該不會是 撿CD用嗎 也不太像 啊 下一關 五屬強啊 可是五屬強阿湘不就解決了嗎 好 到時候來看一下這邊開龍客的用意是什麼 好了 好 來 這邊直接開阿湘 對啊 欸 還可以直接用變身之後的無視啊 對啊 那為什麼要開龍客 該不會只是開龍客起來玩一下而已吧 好啦 來 這邊直接帶走齁 來 接著王一的部分 好 王一這邊 先 點燃盾 沒有點燃 傷害剩百分之十齁 好啦 那這邊就是直接開那個 一消下去了齁 不是一消啦 他變身之後變一消啦 然後那個 固定版面直接下去 然後再來六康 這個也是直接無視了齁 好啦 感謝觀眾提供這個超級香的隊伍好不好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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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uoi 就是 functions 這個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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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